Rio聊事記 天天作更新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Hart對上Booch 應該叫Booch 那這位藍色玩家 啊不是藍色 是綠色 綠色玩家是波蘭人 那對手呢是Hart 那Hart這邊是AM的隊友 那之前在非洲團戰沒有看到登場有一點可惜 那他的實力也是蠻強的 那剛好今天天梯上有看到他打比賽 那來看他天梯的表現如何吧 那這場比賽算是兩國都是馬國 那馬國對決的影片其實我們頻道蠻少的 我個人不太喜歡馬國硬碰硬的畫面 雖然很熱血 但是有點太真調 那剛好這場比賽雙方都是馬國 那就可能打出大馬爆的一個對決 那就來看一下大馬爆哪一個到底比較厲害了 畢竟馬扎爾跟波蘭比起來的話 馬扎爾前期是有優勢在 他可以直接免費送一弓喔 那到每個時代攻擊力都是免費送給你 城堡封建帝王 全部的赤猴 騎士 攻擊力都直接給你免費一弓 那升級速度也不用喔 就直接白給給你 算是打馬的話 看他拼馬有點算是不自知舉阿 我個人遇到馬扎爾的話 我都是直接 送馬功或是騎士文明 我都一律波蘭小功開局 射爛他們之後上城堡吧 時候再開始報免費騎士 喔不是免費喔 便宜騎士 所以我覺得 波蘭打馬扎爾算是有一定以上的劣勢在 就是打馬的話 我自己打的話常常打數 所以我個人很不喜歡 用波蘭的馬去跟馬國硬碰硬 反而是會喜歡打小功喔 然後後面還可以轉強武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出小功的 其實是玩馬國 就是我不喜歡打純馬的一個打法 因為 赤猴來說 能操作空間 比小功還要少一點 個人還是喜歡弓箭那種感覺 秀操作空間會更大一點 給對手壓力也會更好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 那兩邊的話 沒意外應該都是 19P加一隻 赤猴 那應該會來一個 20P 20人口 19P加一赤猴的一個升級方式喔 好那沒問題 目前 黑特 來那個叫黑特吧 黑特 黑特這邊目前已經 六幕了 而且是雙伐木場 這個馬國啊 雙伐木場 這算是一個蠻細節的東西喔 這個會決定於你 上封建時代打田的速度會有多快 因為單伐木場的話 人一多就會全部擠在一起喔 這個伐木的效率就會被擠慢很多 通常啦 一個伐木場 就只會有一個墓區 大概五個人 那這邊全部都蓋在一起喔 可能是有考量到其他墓區很危險 不好防守 然後這個墓區又很薄 單薄一點 所以這邊 雙伐木場放在這邊 我覺得還算合力 因為他其他墓區實在是太爛了 那來看一下金的部分喔 金的話也在前面 但還行喔 回起來還算是可以打的 而且他這個距離夠遠 小弓應該是射不上的 除非在這個位置喔 才可以燒到這一點點 那還行還行 那果樹在後面 那這邊HAT 前期 會應該蠻舒服的 但是波蘭這邊就會比較尷尬一點 波蘭的話呢 他的果樹在前面 而且波蘭的命脈是大中原 我們看這個大中原這個前的位置 算是波蘭的一個命脈 命脈的一個建築物 突然沒有了大中原就沒有了 同等於沒有靈魂 是一樣的道理 好 再來看一下 這邊 選擇是19匹馬就 但是這邊HAT上層的速度比較快一點 已經優先點下1級目 但是1級前 喔 才剛點 兩邊都是1點1級前1級目 打的是最穩的那種 經濟流 那這邊點1級目的話 大中原拿到肉好像是18肉吧 沒有點是13肉的樣子 那拿到肉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波蘭他的能力 蠻特別的 你只要一灑完田喔 那個田一灑好 就直接給你10%的田的 的量 就是 等於說你可以少採10%的時間 然後直接給你10%的田的肉量 是在前期爆馬 城堡爆馬 帝王爆馬 不管什麼時候爆馬 你的肉都會非常多 然後爆得非常舒服 所以這邊波蘭也是我非常愛玩的文明 我個人推薦 其他DLC可以不滿 但一定要我買一下波蘭的DLC 呵呵呵 純心推薦 這個波蘭大馬爆實在是太好玩了 雖然我是一個 工兵玩家 但我還是很喜歡波蘭 而且波蘭也有強奴 所以玩起來也不太 也不會說太單調 只能出馬 還有很多選擇可以玩 步兵也可以打 騎兵也可以打 攻兵也可以打 所以我個人真的很喜歡波蘭 雖然他沒有三級遠房 跟三級馬凱 但我覺得這個可以靠一些操作 跟一些後期選擇去彌補 還有靠這個肉量 首先來說 如果你是喜歡農的玩家的話 那波蘭的話肯定是適合你的 這邊戳戳 直接開戳 哇這邊被抓到一隻村民 直接躺地 沒了 唉呀 這個被抓到一村 好歸喔 然後這邊 肉馬有點多 四隻肉馬 而且這邊都是有異攻的喔 這邊馬扎爾 紅色這邊都是異攻 那這邊 波蘭 零攻 這邊波蘭就顯得很烈死 沒有辦法 這邊波蘭打馬的話 你一定要靠手手去吃 你的馬通常騷擾不太到對面馬國的東西 除非對面很菜阿 不會一直爆馬 那在這種對決來說的話 都看到對手都在爆馬 兩邊應該都是按馬按到底 就是要打兇 然後把自己家裡守好 那你才有機會在這個大莊園附近灑田 那波蘭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 他大模仿 這個大莊園 要在哪裡下是一個學問 因為如果你可能灑太遠的話 可能會有點危險 但是如果你又灑的地方不太好的話 又不能灑滿八片田 那就會很虧喔 只要少一片田我都覺得蠻虧的 好 那這邊 哇靠又要被抓掉一村阿 這邊 剛剛肉馬都在這邊聚集防守 來不及做這邊的村民又一直倒地 看一下這邊 有點痛 這個家義工的肉馬真是痛死了 完全把波蘭壓在家裡打 好那這邊直接一個拳擊 拳擊打戳戳 拳套拿出來開扁 好那這邊肉馬想要再軍軍鬧嗎 這邊肉馬會有點危險 然後四隻直接打正面 會有點危險 是三隻帶兩隻殘險 感覺還行 但是對面有一攻 但是這裡有很多的村民 直接來補個幾拳 喔還可以 再來一拳 哎呀這一拳打得好阿 這個女村民 直接一拳帶走 OK那現在是二打二的一個局面 那後面也出過來 黑特看到趕快跑 黑特懷念這邊不能打 好閃了閃了 那這邊也賺到蠻多了喔 殺了兩村 村民現在目前比數是31村 對上34村 那這邊的話波蘭雖然村民術有非常的劣勢 但他有大莊園補陣 所以多多少少還是可以補到一些經濟的 應該是沒問題阿 看來是沒問題 好這邊用宋子一雕肉馬 吃不太戳 然後殘血的冰 還要拉一下喔這邊 喔又戳到一下喔 鑽爛了 波蘭這邊一直戳一直戳 然後那這邊肉馬還是被戳到蠻多 喔趕快圍起來 欸完美 圍起來就沒問題了 好那這邊圍起來會不會再補房子呢 喔不補不補 喔省點肉 省點木頭 木頭可以拿去種田 這邊可以再補一座田 好那木頭有200多木 那黑特這邊是300木 哇兩邊木頭都很多 灑田似乎沒有人可以灑了 都一定要標準10木 好兩邊都是10木 但黑特這邊的隊 喔 波蘭這邊是配8木 8木居然還有這麼多田可以灑也是蠻不容易的 對這可以值得深思一下 其實不一定要配到10木 雖然10木上層的話開TC也比較快一點 嗯 8木的話好像也是算是極限 然後少田可以灑更早一點 這邊兩邊雖然波蘭川民樹落後三四村喔 但是 波蘭大中原給的肉量實在太多了 兩邊幾乎是怕要同時上場 好那這邊先打個馬丘 那波蘭的馬 跑到馬扎爾的家裡想來鬧一下 那看到前面有個場上兵在防守 好那稍微拉一下場上兵 拉一下高地 好 拉到牧區防守 這邊也要拉一隻過來 好 並且被抓掉落單的村民 唉唷 這邊有稍微控一下喔 好 村民過來 要來打這個嗎 直接圍 哎呀哇 直接拳擊開扁 又來給他一拳 哇 看到對面肉馬殘血的蠻多的 看可不可以補個一拳收掉一隻 好那這邊馬就有點危險了 趕快來修一下 馬也會爆開喔 好這邊可能插到 有點困難 兩邊都在控兵 然後這邊 波蘭 點一下E勾 還有血桶 然後這邊血量就會多一點 好 血桶還要很久 但這邊馬不能送掉 這邊馬要是送掉的話 就GG4米打了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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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被戳到快被戳到 哇很極限 極限落跑 OK 那這邊 防守的非常有黑特 黑特這邊 防守四隻長項兵 戰士綽綽有儀 這邊要直接上嗎 不是吧 哎唷 直接秀了進來 哎呀 結果被黑特秀滿臉 趕快蓋趕快蓋 直接殘血的肉馬一大堆 趕快蓋直接上來 拳擊開打 這是殘血拉掉 細節細節 想要收掉 哎呀沒問題 雖然 跑TC底下打 但沒有問題 收掉一存就是賺 賺到的情況 目前 村民樹拉近了一點點 那村民閒置時間這邊 欸這邊是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這邊50 這邊80 閒置80秒的意思嗎 好這個新界面有點太習慣了 不太懂到底要怎麼看 好那來看一下 兩邊都是選擇上城打城堡 騎士喔 那這邊 黑特 因為是馬扎爾的關係 騎兵直接上了二攻 那 波蘭的話 是 一攻一防 那很多人會問到 到底馬國對決之間 到底要先點防禦還是攻擊 我的建議是 覺得點攻擊比較好 但如果你遇到宮國的話 或是要去對方加騷擾的話 那也是要先點防禦 那基本上騎士對決 互尻的時候 然後 這個攻擊力是大於掌握力的 基本上來說是這樣的 好 然後 然後 修道院也是核心喔 那會不會下修道院了 剛講我就下了 呵呵 然後這邊修道院 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 那這邊 剩下的肉馬 到附近野地 找一下遺跡 順便防守 被人被幹走 然後 那這邊 非常大量騎士在拆這個馬 就應該是沒救了 應該被拆掉 很大的機率 唉唷 補上第四次 能修回來嗎 但是 這邊有點要硬打喔 不對喔 人家是二攻 一防喔 你是一攻一防 數量還比人家少 而且這裡還有長槍兵 這裡面沒有補長槍兵喔 哇 那這邊硬打 可能會出事喔 但是這邊 沒辦法 欸 拿了五村來修這個 哇 這五村 採集時間少了很多 經濟量越拉越開 所以對方的生女 已經找不到其他遺跡了 要來前線做一個招翔 那這邊 波蘭也選擇了一個招翔 我這邊 護招一絲 好 欸沒有護招喔 喔這邊 波蘭是沒招到的意思嗎 喔有招到有招到 有招到 招一下嗎招一下嗎 喔余安是沒招 哇這邊招長槍兵 有想法 先招掉一隻長槍兵也是可以喔 這邊居然沒有補 長槍兵欸 如果是我看到這種情況的話 我一定會在裡面 殺一堆長槍兵 駐索在裡面 然後存個五隻到七隻 喔快十隻左右 看準時機一次放出來 直接跟他打正面 也是斷爛了 還可以順便搓搓這個 生女 但是這邊 波蘭並沒有這樣選擇 我是選擇要繼續 爆馬應對 那這邊應對來說的話 可能會有點困難喔 原來這邊 爆了馬就爆了 進來要怎麼守呢 生女直接被砍爛 生女防守 已經沒有太大的助用了 哇這邊就會想要到 遭村民 這代表什麼嗎 喔沒事 好弓箭補下 把長槍兵全部收掉 那這邊HAT非常的狠啊 太無情了 直接拆馬就 完全不給機會 家裡起了3TC 防守 這邊爆村民 那目前是3TC打雙TC 波蘭的話 只要一旦被入侵 家裡的大裝置錢 就會不能動 而且也會變成敵人攻擊一個標的 哇果然喔 這位HATER很清楚 大裝民的威脅性 仇恨值點高 超滿的內容 直接先拆 好這邊伐木的村民有點危險 趕快收村 能收到嗎 沒有辦法 唉呀這邊趕快再找一隻 能嗎 好像可以喔 再一下 再一下就可以了 跑掉了 好這邊騎士的量非常大量 家裡的田野也在灑 哇灑了一大片 好這邊有挖石頭 突然這邊挖石頭是有黃金 而且還可以蓋城堡還不錯 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跑步大裝人的附近的田了 還是這邊要繼續開打嗎 哇現在布蘭壓力非常非常大 肉量有點少 肉只有9個人在種 而且木頭也沒有到非常非常好 這邊要是直接過了 而且還在收村狀態 這個箭矢 沒有點一弓 這個都沒在抓癢啊 這個TC在射 還有這邊有一個小災口 稍微擋一下 但是這邊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蓋起來還是有點危險 好OK蓋起來了 但是村民還是被抓 哇各種大噴血 我的天 涼了 真的是涼了 箭矢沒有點一弓正是在抓癢 全部收村 就算收村 射這些騎士 也算是不通不癢 而且這邊 騎士大量直接A進來 一直收村的話 你就不能 採支援 不能採支援 軍力支援越來懸殊 這就是很容易變成一個 騎士 對決的一個問題 如果真的要開3TC 跟他對農的話 我覺得他還是要再補一個均勻 雙均勻 雙均勻升重裝 直接戳了 不要再去跟他做一些 沒必要的騎士硬碰硬 不太好 不太好 我剛才的想法是這樣子啊 我自己的經驗也是這樣 每次只要跟馬國騎士硬碰硬 什麼法蘭克阿 馬扎爾阿 這種的 還有伯伯 剛剛比馬量不切實際喔 因為波蘭真的馬量用得贏的時候 是城堡蓋好 然後貴族特權 點下去的時候 才可以開始爆真正的大騎士嘛 那站在之前 波蘭打騎士 優勢就只有肉量比較多一點 但多一點點的話 也不是最大的問題 問題是沒有金礦 那馬扎爾這邊 肉量非常充足 哇已經一千肉了 連帝王都可以點了 是沒有黃金 但這邊買賣一波上去應該也是可以了 那就要看一下這邊 黑客會不會住門欸 哇這邊又直接來一個爆一個TC 太狠了 真是太無情了 然後但是 波蘭這邊的騎士 還是沒有點下一攻一防 還是想要硬幹 但是後面有三隻三女在招翔 哇這個招得很兇啊 這邊騎士只有三隻 又上去砍 沒有空兵 沒有空法 這兩隻應該是要被招走了 呃能跑掉嗎 唉唷很極限欸 極限脫逃 好 那這邊點下了一擊射之後 這個城堡開始有威懾力囉 好那這邊 確實喔 大魔防要蓋在這些 城堡附近 TC附近 才會安全喔 那就是我剛剛說的 波蘭玩家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何要防守這些 大中魚 種田的村民 這個村民能不能防守住 就是波蘭的一個問題 你要打強軍師的話 也要點這個銀罐 貴族特選 貴族特選好了之後 差了更大量的馬 能跟對手硬拚 但是在那之前要怎麼防守 就是真的是一門學問 真的是學問 然後我覺得最後的方法 我覺得還是不要出騎士喔 直接出幾隻騎士 那確定對手也在給你爆馬的話 我就覺得直接轉出 均勻喔 跟對手互尻 要更實際一點 好三均勻 動裝 然後頂到馬 然後一直插 然後也可以省資源 然後爆經濟 脫經濟 這樣是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個人玩波蘭已經玩到有點心得了 好那這邊應該是刀的罩吧 OK刀到一隻 沒問題 那這邊 馬扎爾 4TC 爆村民 目前村民術 差距是5 有點多 死村 而且這邊波蘭剛剛很長的段時間 家裡的經濟作物 沒辦法完全獲得 有點 經濟爆炸的感覺 他這邊要一直瘋狂補大總元喔 也是蠻耗費木材的一件事情 但不補的話 又沒有靈魂 這個波蘭玩起來就是沒有靈性 所以要怎麼取捨木頭跟肉量 還有黃金石頭的挖掘 對波蘭來說算是個課題 也不能想挖什麼就挖什麼 要去蠻機密的漂配 才能轉出比較大量的兵 然後還有做防守 好看這邊馬扎的馬量28吋 不是28吋 28隻的馬 這個騎士 很無情阿 好那這邊 波蘭決定要去 對方逛一下 看對方到底在幹嘛 唉唷但是 黑特早就已經踩得到了 趕快補房子 房子先補 稍微控下前線 好這邊被抓到幾村 但沒有問題 黑特已經即時發現了 損失已經降了滿地 唉唷這隻有個Holy shit 這邊又被收掉一村 當然應該還行喔 直接用家裡出來的 騎士去防守就可以 但是波蘭家裡直接BBQ 直接硬坦的上來 波蘭這邊 就算有騎士 喔 貴族特權 也沒有辦法 突然爆出二十幾隻馬 唉唷 而且這邊的 TC也沒有彈道學 這邊射的有點歪阿 打擊效果並不是 非常的好 然後這邊直接 支援歸零 都全部收村 然後跑到TC裡面 做防守 不然這邊充分都要送光了 哇 全部都在TC下城堡下 直接一個家裡BBQ 完了 川民術差距越來越大 川民術差距 快要將近二十隻喔 現在差距三人幾次分 然後 黑特剛剛把那一千肉 但是肉也全部換成了 騎士喔 然後家裡出來的騎士 全部拿去防守 好 再走出來 再繼續做騷擾 但是忽然這邊 有貴族特權關係 暴騎士的速度還是有的 但是這個肉量怎麼趕快補回來 也是個問題 肉完全也要歸零了 好 那這邊 忽然 忽然 感覺沒救了耶 呵呵 對對手的錢有點多 而且這邊還立了一個城堡 哇這個高地堡 壓力也是很大 好中間 離這邊距離越來越近了 好那馬扎爾 卡特在這邊再蓋一個寶 或是在這邊直接 蓋一個寶在這裡 哇 就差不多要GG斯密達 或再蓋這裡喔 這裡 都是一些不錯的位置 素我的話我會蓋金礦 空金是最重要的 好那這邊決定 把這裡的木牆低掉 覺得家裡的木牆 沒什麼太大意義 確實喔 這個時期的木牆 一定是如同裝飾品一樣 好 右下角這邊偷了一些村民 在做 採集資源 目前是3TC打4TC 那村民處 目前也不是個核心的問題了 核心的是 要怎麼趕快上帝王時代 原來波蘭這邊 要繼續按村民 繼續補喔 但是 馬扎爾這邊 不用再繼續補太多村民 雖然可以補到145啦 當然 也沒有到那麼非常必要 好 OK 那這邊兩隻騎士來騷擾 殺掉了 兩隻村民 唉唷 差點三村 一直縮進去了 應該沒問題 好 那這邊馬 過來騷擾 波蘭這個騎士豹 突然印出幾隻 二十隻的騎士喔 那這邊二級防下來 點 這邊交戰了 但是這邊三隻僧侶過來 想來著想 但是波蘭卻沒有 發現到自己被砍 然後再來一個高級角滴滴 OK 但是對手黑特也是有在控的 好 直接把三隻招走 然後跟對手一個高低打滴滴 硬砍 那兩邊的交戰幾乎會是如何呢 波蘭這邊站上了優勢 黑特這邊很多的騎士都殘血了 而且這邊印幾出了一些馬弓 看來馬扎爾 最終帝王還是要打馬弓的 攻擊力最高的馬弓國家 就被馬扎爾莫屬了 欸 射程也是最遠的 應該說是威瑟莉最強的一個馬弓文明 哎呀 這邊被殺了很多 這兩隻騎士已經殺了三億人 算爛了 算爛了 村民宿還是在八十幾村喔 剛剛是八十七村不能再高了嗎 又變成八十六村 完了 村民宿一直起不來 然後這時候 黑頭眼睛上了帝王時代 忽然這邊離帝王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這邊進來一波 撒三隻村民 這邊馬一隻蜂蜂王對方家裡送 沒有在管城堡TC什麼都沒在care的 I don't care I don't 只想靠你村民 這邊集結 看能不能殺一波村民 這邊要不要先砍先砍 是我就先砍 給先砍 然後高低打低低 沒錯 先砍起來再說 這一波集結殺村民 能殺到點東西嗎 但是黑頭的村民實在是非常多喔 就算死這個十村左右也沒有太大的感覺 畢竟他也上帝王時代了 好 這邊一個硬打 能打完嗎 應該是沒問題 突然只有二防 而且沒帝王時代 沒有三攻 搞定 涼了 中心點就這樣子打完了 騎士直接一個歸零高 哇 這裡 上億人採礦 卡慘了 這邊HAT 果然經濟小貝出了點問題 想要萬人採礦 應該是主經這邊採完 然後熊跑這裡採 所以都忙著控兵 沒時間去控經濟喔 唉唷 這邊大裝備怎麼被騎士砍掉了 這個騎士真的是做了蠻多事的 要是給他們軍階的話 應該是上校或是準將等級的騎士了 以現代的軍階來說的話是這樣子 好 在這邊馬弓過來燒好金礦這邊 但是這邊已經有提示了 應該是還行 唉唷 這邊什麼都有耶 化學 唉唷 金罐也有了 哇 安息兩張疊滿 哇 這個馬弓是完全體的喔 雖然防禦還沒有升完 但是六加五攻擊力 哇 十一攻 很痛 十一攻打二加二的遠防騎士 多少 哇 射一下還有五滴耶 哇 這個騎射 威力好猛 哇 直接殘血 這就是一發一箭的感覺嗎 一發一隻騎士 好爽啊 這個馬弓 真不愧是馬扎爾 最強馬弓 我心目中最強的是蒙古 但是以射程單攻擊力來說 還是馬這隻是我心目中最強 但我心目中最強最萬人的還是蒙古 畢竟蒙古的圖訣 圖記啊 蒙古圖記是有那個 打工程器都在上海萬幾 而且攻速又快 好 那這邊 鋪籃打出了GG 看來也覺得自己沒救了 畢竟利用時代才剛上去 而且他這邊輪走才剛點 難怪機器這麼慘 難怪經濟炸開 這也沒辦法 這我就是常說到 有時候經濟科技會忘記點 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通常後期會打出 就是經濟差太多 那這個輪走接觸 算是蠻關鍵的一個核心科技 沒有點的話就很容易BBQ 而且又是這種 波蘭需要種田的國家 輪走跟手推手又是相當重要的 好 那來看一下雙方的一個科技走向 好 兩邊都是一級木一級田 換個空間實在就點好了 那二級木二級田 那波蘭是已經優先點了 但是輪走卻沒有點 輪走應該是要早點點的東西 像他這樣子 那這邊你點二級木也點二級田 遠田其實對馬公國來說 也不是非常非常重要 可以點可以不點 可以上帝王之後再點也可以 好 那這邊手推車 後面也是到了快帝王時代才點 那上帝王前點這個手推車 有助於你上帝王點任何科技 有比較多的肉可以存 好 你點之後上帝王 然後化學啊 金罐啊 防禦這些啊 母子環什麼東西 要需要肉的東西 全部可以一次點完 好 非常舒服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上帝王時代前 先點手推車 那個經濟量會更好 上帝王會更有威懾力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 好 資源採集的部分 波蘭這邊是兩萬木頭 兩萬二十物 但是波蘭這邊被鬧得這麼長 還有一萬七萬八 大概殺輸了快四千多一點點 也是輸滿多的啊 沒辦法 家裡一直被鬧弄成這樣子 支援量差距這麼大也是正常的 也算是一個HAT的一個死利呢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